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Sierra84皮卡 84作为Sierra家族的新成员 在越野性能上以及在脱挂能力上都有它很大的优势 这辆车的feature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easy access entry 目前这辆车是5.3V8的引擎 我们也可以升级为6.2V8的引擎 轮胎换成了更厚实的越野轮胎 避震换成了越野性能更好的避震 并且提升了车的整体高度4英寸 全新的C型LED大灯有更高的能见度 前脸方面,发动机舱有自动闭合装置 那么在发动机需要预热的时候 它有一个更快的预热时间并且省油 我们来先看一看后排 后排值得一提的是 下面的地板部分已经完全变成了平整的地板 当我们把后排座椅提开 更加方便我们来储存一些比较大的物件 我们把座椅放倒 新系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后面有一个提手 我们拉开它 里面是一个在靠背以礼的储物空间 由于地板的水平设计 头部损失掉的空间 被全新的头部镂空设计做了弥补 我们再来看一看后排的功能 双空调系统 座椅加热 USB USB-C充电器 12V充电器 GM把后面角落的踏板增大了一倍 让穿工作靴的朋友 有一个更安全的踩踏空间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盛名已久的 Multiple Tailgate 两个开关 上面可以打开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打开 首先是一个完全水平的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台 打开这个平面 给后抖又加长了大概 10英寸的一个储物空间 并且和后抖的隔断是水平的 那么我们关上 打开下半部分 就是一个通常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皮卡后抖 那么我们现在再按上面的按钮 打开前半部分 再打开工作台 就形成了一个两级的台阶 这样有一个更好的进入 尤其是在我们搬装重物的时候 我们看看前面 全电弄的车窗 反光镜 以及座椅记忆 这边是四区二区和自动调整 方向盘以及中控台 3.5英寸的显示屏 右边8英寸的主要显示屏 最值得一提的是 GM新加入的Trailer App 我们进入到这个App里面去 会发现 我们可以为自己现在拖的Trailer 来设计一个文档 首先我们要给我们拖的Trailer命名 这是一个展示视频 所以我们命名为Demo 命名结束后 下一个界面会让我们选择Trailer的类别 下一步 会让我们选择具体拖挂的东西 下一步 结束以后 我们就会看到 现在有我们设计的Trailer 我们另外还有GasTrailer这一个选项 可以拖我们平时不常用的东西 进入到我们刚才保存的Trailer 在App中 我们可以进行Trailer灯检测 包括倒车灯 胎压等等更多的功能 提到Trailer 不得不提的是我们GM的贴心设计 Toeing Sticker 每一辆车都会有一张 对应自己Win Number的贴纸 上面会清楚显示 这台车的拖挂能力 负重能力 等等这些数据 这些就是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大家更喜欢这辆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